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问题就是经常有人问到我们 我们都需要重复的回答一句话 就是完全没有任何关系 这个中纯率跟您是在哪个公司 包括你的学历 包括你的privile language 包括哪家理所 跟您做没有任何的关系 这是一个完全随机的过程 那至少政府这边跟我们说 是一个完全随机的过程 那当然有人说这个政府爱想着做 这个我是就是完全是怀疑态度了 那这一次的话包括这个雇主 他也需要在移民局的系统 这个MyUSAIS去注册一个账号 虽然说这个网上抽签的这个信息 是我们理所来填充 但是呢这个雇主的账号 它是必须要创建的 然后创建了这个账号之后呢 我们把这个code发给雇主 他需要通过这个code 然后输入进去 来review这个information 所以这个事情也是需要做的 然后加上这个事情的发生的时间 必须要在这个window之内 所以说这个库主的这个action 也需要比较快 所以说我想这可能是导致一些 比如说雇员比较brustrated的一个点吧 可能比如说有的就是 比如说会计数所 报税记还没忙什么的 比如说系统可能有时候 有一些technical issue 导致他们在比如说 注册这个网上账户 或者是来 review information 的一些问题的话 他们也会有一些这个困惑 也其实也大大的增加了我们的工作量 但是我们也在做一个极力的配合 所以总体来说 我觉得so far 大家都还是配合的蛮好的 就是这是可能需要注意的地方 我是雷格 大家可以叫Linda 我是2013年法学毕业的 所以到现在从事做职业的话 基本上有六年多了 我们这个格生律师事务所呢 主要有三大职业领域 移民签证 然后持续产权公司商业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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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